神经母细胞瘤案例 2016年4月29日 宝宝两岁五个月 又膝盖上面突然骨头摔碎了 哭得很厉害 赶紧去医院 骨科医生说骨上有阴影 不能马上手术 怀疑是免疫问题或癌症引起的骨折 需进一步检查 经过七天检查 诊断宝宝左腹有个肿瘤紧挨着肾 是神经母细胞瘤高危组 要立刻治疗 治疗内容是六次化疗 手术两次干细胞移植 放疗及免疫治疗 突来的诊断令人震惊 也措手不及 当妈妈的我又难过又犹豫 家人不认同我用原始点 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无法坚持 其实宝宝六个月前经常发烧呕吐 我都用原始点处理 我相信原始点 但家人认为要相信专业医师 原始点的志工告诉我 即便在医院 还是能用原始点尽力照顾它 注意给宝宝保暖及补充内外热源 治疗过程一直用原始点辅助 只要出院第一件事 就是带宝宝去推广点按推 住院时 我每天坚持帮宝宝温敷 12至16个小时 所以宝宝度过很多次难关 有一次宝宝发烧好几天不退 吃不下东西 志工帮忙按推后 立刻退烧 并马上能进食 我自己做了个背在背上 用来贴暖暖包的棉布 通常我会放九条锡汗金 绑在它身上 隔着锡汗金 可避免暖暖包太烫 而且只要湿了 我就立刻更换 有时一个晚上要换两三次 虽然我坚持用原始点辅助 运用热源及按推 平安度过化疗 手术 及第一次干细胞移植 还是抵不过西医的寒凉 第二次干细胞移植 出现血栓性微血管病 及肺动脉高压 进加护病房 抢救一个多小时 当时情况很危急 我再三考虑 决定不继续治疗 我想用原始点让宝宝恢复 我决定坚持凭自己的感觉走 一个人背负指责 并承受所有的压力和后果 很幸运的宝宝在一次心超检查时 中度肺动脉高压居然正常了 住院时他发烧 基本上十次有八次 我是用原始点处理 止痛药止吐药用的很少 后来发现医院能提供暖电 替代暖暖包 医院规定不能一天开24小时 但我很坚持 若不是原始点的帮助 真不知如何度过艰难的治疗过程 如果没有原始点 前方渺茫 没有方向 更不知道结局如何 宝宝康复了 我还是持续用原始点给他保健 感谢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感谢旧金山及南湾推广点志工们的帮助 愿原始点能弘扬全世界 造福全人类